欢迎收看2月22号的财经Express 晚上好 我是请龙 疫苗底部的消息 拉底手套股拖累富士宗旨下滑 今天闭市的时候 宗旨是以1570.46点挂收 全天走低了14.47点 相较之下 地下股获得散户追逐 带动全场总成交量 再突破133亿股 会市方面 在缺少好消息之下 马币兑换美元贬值 下降到4.04000令吉 回顾上一周的交投数据 外资上一周继续静卖马股 总额达到了4亿6643万令吉 今年到现在 外资已经撤走超过12亿令吉 至于本地机构 上一周也是竞卖 2亿3264万令吉的股项 散户全周竞卖了 6亿99007万令吉的马股 接下来是企业Black & Wind的单元 我们先来看一看 早到官兵产生的亚航集团 这一家东尼菲兰达斯 联合创办的联航集团 正在面对官兵严重打击 打算筹集25亿令吉资金 渡过难关 刚刚才完成私下配售 1亿6710万股的活动 由于大手接下这一批股权的 神秘股东身份还没有公布 因此市场都大感好奇 而这一位神秘股东的身份 也在今天揭晓 交易所的资料显示 买下亚航过亿股票的 正式号称香港扑克王的蔡炒辉 也是云丰基金联合创始人之一的蔡炒辉 原本就已经掌握亚航的 1亿6540万股 加上最新买下的股票 它的持股已经提高到 3亿3250万股 或者是8.96%的股权 竟身为第二大股东 仅次于东尼和卡玛鲁丁的 大约30% 宝腾Proton热不可挡的X50 竟然有一处致命伤吗 行业研究披露 截至去年12月 宝腾带入马铃工厂的 X50和X70的订单 已经超过了45000张 那需要5到9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交车 而这相信是受到了 供应中断的影响 这个问题 短期内恐怕无法解决 那面对如此的良机 第二股产车Proton 怎会错过呢 这家国内市占率 最大的汽车公司 上一周把握良机宣布 全新的运动修旅车 Arteva将开始接单 这一款传闻已久的SUV 售价介于63000到73000令吉 它能不能够成为 Proton继续领先同行的 最大武器呢 对此 星夜就说了 这款功能丰富的SUV 不只有机会超越 竞敌X50 更可能威胁到 丰田Vios 本田City等 畅销外国车的市场地位 换个焦点 马骨卖空禁令 1月局部解禁之后 造成手套股 面对沉重的卖压 打乱马骨的走势 监管当局 为了避免历史重演 将原定本周到期的 两大卖空禁令 延长半年的时间 证券监督委员会 和大马股票交易所公布 热线卖空IDSS 和专属交易员 单日卖空PDT禁令 将延长半年到8月底 以让交易所 加强管制单日卖空活动 以促进市场稳定 和资金市场的健全 至于1月起解禁的 限制性卖空RSS 则如常运作 去年疫情迅速扩散 导致市场波动加剧 两大机构 3月24号开始 落实了卖空禁令 以降低市场潜在风险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